台步调是台湾南部六堆高屏地区 特别是高速美农地区 广为流传的传统山歌调之一 台步调山歌与六堆客家巴音乐曲 台步调同名 但两者之间的曲调 没共用啦 也与广东原乡大普 在音乐上少有关联性 台步调山歌也因其词意优雅 接地气 音域宽广演唱者 异于表现唱功 以及颇具六堆客家曲韵风格的客家歌特性 近年来在全台各地举办客家山歌比赛 台步调山歌是经常被选择演唱的热门歌曲之一 新曲在传统客家采茶戏中 台步调被改编成大普调导版 作为女主角出场前幕后演唱自有三版的 仿客制化的导版曲牌 林准卫老师编曲的浑身合唱台步调 动容SIMBAT掌握了台步调山歌曲调的特性 每个乐剧渐强后转渐弱的歌调路径与优雅氛围 以及由夏至中到上的宽广音域层次堆叠现象 编曲后的全曲分成四个段落 最初是吴小杰如竖琴般弹奏的分散可弦爬音前奏 持出了一尘不染清静透明的小夜曲式歌风 让团员们屏息尽气的聆听 以培养不明则以一鸣惊人的准备状态 题团就在分散后融合的前奏延续下 由女高音与女中音一起先放弃扰人的歌词 用微弱清晰的哈密带出了上下两句各六小节 共十二小节完整的台步调主旋律 听一段是从第十八小节到第三十小节 依然是上下两句各六小节共十二小节的曲调结构 不过呢 告辞于竟下另一段新词 这一段陈卫老师将钢琴伴奏部分完全听下来 该以南高音和南低音声部 以空心四度 空心五度 大三度 小三度 与第二度的爬音无伴奏人声来进行 在这两声部之上 陈卫老师坚持让女高音和女中音声部 依旧齐唱优美动人的主旋律 T3团是从第三十小节到第四十小节 TC团则从第四十一小节到第五十小节 外加最后三小节的叹息式结尾 这两段的编曲出现了巴洛克时期巴赫的教堂圣勇风格 讲究声部的丰厚和声美 是指挥和团员走在乡修台部条的反扑归正感乐段 就会安拥 中文件事 7章 中文件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